大家好,今天给大家画的是一幅海景 这里面会出现浪花的画法,还有礁石 那么在上节课以后呢,看到大家画的这个水啊海啊 都是有这样那样的好的不好的地方 那么在这里呢,借用这幅画呢,也给大家把这个海呢再概括一下 这个海的浪啊,不要画得太碎 同样还是把这个要画的第一部分啊,先铺好水 把这个低层的浅的底色铺好 预留的这个浪化的地方呢,也是颜色要浅一点 注意一下这个海面上的浓氧颜色的变化 浇湿的部分尽量先困出来 因为这个地方可能我们一会儿呢会用钢画法 我们装紧和浅紧的淘水 注意一下这个干湿结合 那我们画到现在了呢,同学们已经都画得很好了 嗯,在这个颜色上呢,需要大家再考虑一下 比如把淨水底啊,洗干 然后把这个刚才空出来的这个浪化的部分啊 再加强一下,才刚才用纸呢 把天空靠近这个石刻的地方呢 稍微擦出一点激励再过来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画浅石 嗯,颜色的画面很亮 大家因为这个如果是正常的这个曝光呢 能画石头的话太黑,大家看不到颜色 所以我是刻意把这个曝光调亮的 因为这节课主要介绍的还是石头的方法 不要画石头呀,不要太去抠细节 也不要把石头画为一块一块的 一定要注意整体 让石头呢,跟这个整体的景色融合到一起 不要太刻意的去把每块石头融化的太清楚 比如是在海景这样的这种大场景的画面当中 就是这个树和石头的穿插 这个时候呢,画石头呢,用这个平的笔呢 就非常好用平头笔 然后石头呢,比较文化出来 这种有棱角的效果 石头的这个冷暖,注意特别调节一下 那么从海内地涌过来的水 穿过这个岩石的这种效果 这种水呢,要再暖一点 这个暖暖的,这个黏度的差别稍微大一些 有一点点花样的笔触 看到了石头的时候呢,注意点这个 石头和石头的质感是有差别的 那我们可以用笔呢,刷点干的 刚好把,用这个笔的侧面 去蹭这个石头的基底效果来 不要一味的这个用笔锋这样去描绘 而是多着一些这种基底效果 包括远处的这个石头,暗胶,米,米,焦石 对,我是在海边长大的,所以对这个 海上的景物啊,弄住这个干纤 比如说,我是非常善于画这个石头 所以呢,就是拿这幅海景呢 给大家做一个讲解 嗯,我们画画的时候都是讲十分三面 对吧,瘦光面,顺光面和背光面 不要注意分一下这个石头 不要把这个石头伸出的画成一坨 也不要画得太清楚,一颗一颗的 那么,要注意整体的这个同时呢 又要有这个黑白黑的这种大的区分 如果明了还能栏切开 。。。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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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